欢迎回来关心国际消息 美国总统欧巴马在昨天刚刚授权美军对于伊拉克进行空袭行动 周五美国国防部已经证实 美军已经对伊拉克北部的伊斯兰极端武装实施了两轮空袭 同时美军也在持续对伊拉克逃难的民众空投人道救援物资 五角大厦发言人表示 周五上午美军出动两架FA-18战斗机 向伊斯兰国武装组织的移动火炮发射了多枚500磅雷射导引炸弹 下午再次发动第二轮空袭行动加强打击武装组织 目前伊拉克的武装组织已经进攻到距离库德族自治区首都阿尔比不足半小时车程的地带 而阿尔比是美国各大石油公司在伊拉克的枢纽 不仅如此库德族当局星期五也证实 伊斯兰国武装组织还占领了伊拉克最大的水坝 他们既可以开闸泄洪淹没城市也可以切断城市宫殿 这是2011年美军撤出伊拉克后 欧巴马首次授权空袭伊拉克 目的是阻止伊斯兰国武装继续扩张势力范围 并且保护当地的库德族人 美国人和大量逃难的基督教徒以及其他信仰团体 新台电视国际新闻组编译